为什么新竹市的效应会扩散到全国甚至到2024 这个关键点我觉得赵绍康应该是鞠躬 他不是前几天才讲说 反正我们就拿新竹换台北 结果一堆人非常不爽 不爽的当然是新竹的国民党本身基层非常不爽 然后台北也惹怒了一群人 就是国民党本来要支持黄珊珊的那一群人 想说所以你干嘛要把我气掉 你有问过我吗 现在赵绍康不到两天 这个就是战斗篮 马上改口 他讲说现在民众党在台北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给国民党的人 所以新竹市民支持者归队 导致民进党的沈慧弘已经追进了高红安 所以这个礼拜六请出了韩国瑜 希望可以把林登人推到第一名 赵绍康说当然国民党还是最期待的目标 如果不能的话 绝对不能让民进党渔翁得利 他问了这一句我觉得很有玄机 此时此刻民众党应该比国民党更加关心 会不会反而让民进党赢了选举 换句话说 我这个文科女的解读意思是说 反正你不管是蓝的当选也好 白的当选也好 就是不要给民进党当选 随便你要投给谁 我觉得赵绍康还是在操作气宝嘛 所以韩国瑜这个时间为什么出动了 今天有一篇自由时报的评论意思就是说 其实韩国瑜不只是跟林登人感情很好 其实是韩粉给的压力啊 因为韩粉那个时候对于高红安在2019年 他的另外一个老板叫做郭台铭郭董 要跟韩国瑜竞争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那个时候呢 高红安就当主要的打击手 所以上节目骂韩国瑜真的是没有在客气的 导致现在所有的韩粉群起说 拜托如果你是郑兰军千万不要投给高红安啊 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 因为还有网友非常热心 整理了一大堆2019年 高红安到底怎么骂韩国瑜的 回顾一下 今天我觉得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反而会是韩国瑜市长 他今天在选举过程当中的这个政治献金募款 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 没有这件事 对那你们要告媒体 真的这个媒体上面这样写真的很不好 你们应该去告媒体 你们有三百个律师啊 你不要再拴这种什么三百个律师 三百个律师是红海那边的 来有一件事情我想要求证 男的两方都在现场 那当然韩国瑜市长今天有出来心疼他 那我也想要说一句话 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就是没有宣布说我们不选之前 你哪一天真的发言心疼过我们 今天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很心疼这个感受 就像韩国瑜市长今天在发这个声明的时候 他有提到一句话说 心疼郭台铭先生应该是受到了很多委屈 那我其实就很想问一句啊 就是为什么是今天我们宣布不选之后 你才说这句委屈 你才心疼我们 那请问一下选不选之前 那你所有的这些发言 或者是说你的 就是放任这个韩粉 对我们这样无情的攻击 连我也被攻击啊 就是说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无差别攻击 为什么你不跳出来去做这个心疼 只能说他那个时候真的是一枚战将 只是呢很多人把他挖出来 又讲说你知道 人钱留一线 不只是快塞那一线啊 日后也要好相见 2019年那个时候 他连李嘉芬都骂进去了 韩国瑜的太太 他说心理战术非常厉害哦 自己丢出微包单变成受害者 然后呢骂韩国瑜说 你民调已经掉到无可挽回的时候 就全面否认他 讲出这种话的人真的是政治天才 所以他现在骂林跟人民调很差 没有骂当选 他那个时候 他心里就是这个觉得了 2019年12月他说 预测蔡英文要赢韩国瑜241万票 就是把韩国瑜贬到一个不能再贬的阶段就对了 所以呢韩国瑜现在要出动 不是没有理由的 民进党的总召柯建民 因为他长期在新竹经营嘛 他这样形容新竹市的选战 他说呢 国民党的林跟人开启了会 抨击高红安 拍拍买也有一步 是不是这样讲 意思就是说 你之前不要惹怒我啦 我即便是一个烂的马 我还是可以踢你 他是这个意思 促成了国民党内部大团结了 他说自己从年薪 在新竹市奋斗了快半世纪 50年 四代的新竹人还拼不倒国民党耶 更遑论你高红安又喊的 他说这个可以看出来 深蓝跟本土蓝的国民党大内斗已经提早登场了 就在新竹市登场 而且可以看出2024年的总统局已经拉开了序幕 在这个国际啊或者是两岸之下 国民党已经面临了史上大崩盘的征兆 提早出现了敦克尔克效应 这实在太专业了 还好今天有余将军在 新竹市什么叫做敦克尔克效应 大家可能认为敦克尔克大撤退 到底赢家是谁 有的人说是英国法国跟比利时 其实真正的赢家是德国 是德国 德国在敦克尔克大撤退行动 消灭了6万个 不管是俘虏还是消灭 6万个包括比利时 法国 英国 所以德国是赢了 可是为什么历史将这个敦克尔克大撤退 定义为成功的呢 因为他成功的从40万 被包围在敦克尔港附近的这些 三国的联军 撤退成功了34万人 34万人哦 撤退到英国去 这34万人在英国 包含一个很有名的人在这里面 谁 蒙哥玛丽元酸 非常有名 后来在北非战场扭转整个 这个联军跟这个德国的战局 就是这个人 所以如果没有这场撤退 在北非战局很难扭转 所以说这场 这场这个撤退 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 各有各的说法 可是为什么柯建民说这敦克克效应呢 因为其实当时 德军是可以一口气 把这40万人给消灭的 因为德军当时有多少 80万人呢 那时候是德军VS英法联军 对对英法比利时 三个国家 然后英国负责用输具 要把这些人载到英国去 就是渡过英吉利海峡嘛 然后保存这些战力 那德国有80万人 而且当时最近的一个装甲兵团 距离它只有两到三英里而已 那个油门一吹就过去了 那但是呢 希特勒听了另外一个元帅 叫做卡尔鲁道夫 是他们这个西部战线的总元帅 他说什么 他说不行 我们这场计划 叫做镰刀计划 什么叫镰刀 一把抓全部割断 一把抓全部割断 那但是这个 他的这个装甲兵的指挥官 克莱斯特上将就讲说 不行 我们的装甲兵速度快 我去了把它分割成很多小段 我们小口吃 那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卢道夫说不行 我要大口吃 然后怎么办 希特勒裁定 希特勒说不要急 我们先停一下 我们先停一下 等到大部队到定位之后 一口把它吃掉 最后呢 跑掉了 失算了 跑掉了34万人 所以这个状况 为什么会 克建民说 敦克尔和效应呢 就是战斗兰 跟本土兰之间 有了分歧了 一个战斗兰认为说 不管是民众党赢 还是国民党赢 反正就是民进党输了 对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可是本土兰认为说 那民众兰赢跟民进党赢 都是我输啊 我们为什么要认输 所以林哥仁现在跳出来 跳出来直接讲这句话 就是说 我还没有输 我还要拼 所以说本土兰 对于这些战斗兰的讲法 你们在讲什么 你们的说法是认输 你不要跟我讲那种大战略 就像当时 这个元帅跟希特勒建议 我们要一口吃全部吃掉 什么一口吃 你被吃掉 不管是被谁吃掉 都是被吃 被民众党吃也是吃 被民进党吃也是吃 反正新竹就丢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认输 所以现在就起了争执了 那从新竹效应开始 其实战斗兰的想法就是 我们要在野大团结 打败民进党 可是本土兰认 他没志气 我们要自己赢 国民党泱泱大党 一百多年的政党 我们不能自己赢吗 所以产生了冲撞 所以林根人才会去骂赵少康 说你在讲什么啊 拜托 所以林根人算是本土兰就对了 但这件事情怎么看 因为现在韩粉大集结 新竹市总体票数不多 但是韩粉的影响力 会对林根人有帮助吗 非常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而且又加上 把高宏安在当时总统大选的时候 对于韩国瑜的批评 全部挖出来了 这是高宏安最不想面对的 所以你看高宏安 昨天不小心暴冲之后 立刻踩刹车 从此之后不提林根人 只提扣解 为什么只提扣解 因为他知道 深蓝的人对于扣解很不满意 我只要打扣解 我就可以凝聚深蓝 可是林根人说你别装了 你当时打韩国瑜 你有亲过吗 真正的深蓝在这里 对 你当时打韩国瑜 你有亲过吗 你还不是刀刀剑骨的在打 所以说现在高宏安 非常害怕这一块 因为我昨天就讲过 高宏安会笨道出来打林根人 那真的是不知道哪个 哪个这个笨军师给他的提议 你不能打林根人 因为你的基本盘都是人家的 都是林根人基本盘 那现在你开始攻击林根人之后 这些基本盘 加上当时对于韩国瑜你的批评 你那些往事被挖出来 再加上你今天讲到林根人说 你的支持度这么低 你看跟韩国瑜当时 你批评的一模一样 这种两种记忆记起来之后 他的申兰选票会大幅流失 而且跑得很快 所以林根人现在 为什么今天又发了五点声明 对 就是告诉你 而且很凶啊 来咬我 来咬我 他希望高宏安去跟他对战就对了 当然当然 因为这个是他应该是参选以来 最凶狠的一次的林根人 当然他就是希望高宏安来咬我 因为他很清楚 林根人再怎么样去打沈慧宏 他没有票 那他只要把高宏安的票要回来 其实在新竹翻盘并不难 新竹上一次65%投票 才二十几万票而已 那么二十几万要三个人分 那么一个人才几万票 那你认为林根人翻盘简不简单 你只要把高宏安的票还给我 还给我他就赢了 如果现在此时此刻做民调 新竹会是林根人 林根人至少也是第二 至少也是第二 所以敦克尔克大撤退的 那个撤退成功 可能是民进党的神会 不过他不这样做 如果林根人不这样做 新竹连国民党的态度 都会输掉 以后你在新竹很难生存 因为你国民党 已经给人家 苗栗都已经给他搞成这样 然后你新竹又给他搞成这样 你不能变成 政治变成一个台面上的利益交换 这很难看 政党是比志气 比态度 比气魄的 你都没有了怎么玩 所以说林根人做的是对的 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